大河奔流 不舍昼夜 在海陸边缘 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 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 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从陆海之间到新生湿地 从广阔贪图到密林深处 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 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共同书写着大河之舟的动人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月 秋意建农 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颇洒 湿地的喧嚣与热闹 拉开帷幕 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渺浪器官 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 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 当危险来临 几万只燕鸭群会腾空而起 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 迸发出无限的力量 这只雄性东方白冠正在警戒 他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 村民的鱼塘刚刚洗货丰收 吸引了众多候鸟驻族 他们要进行扫美工作 晚餐后的东方白冠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 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 还有少数东方白冠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 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 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 今年刚出生的油皮天鹅幼鹅 雪岩和她的母亲 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 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 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 他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 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 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 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公里的年轻土地 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 黄河的淡水团与渤海的咸水团相运 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习惯 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 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 每年在这里迁徙月冬繁殖的候鸟 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 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 寒冬已在路上 觅食 活下来 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 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经济场 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 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 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 此刻 雪岩母子和一群牛鼻天鹅正在进食 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师弟的气氛愈加紧张 竞斗不可避免 他们张开双翅 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 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 即便如此 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游鼻天鹅 仍然气势汹汹 雪岩担心母亲受伤 阻止了这场应战 当同龄幼鹅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 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 落日的余晖中 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卯餐一顿 父亲不在身边 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这几天 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 大天鹅 小天鹅 和有比天鹅同框出现的这片湿地 黄河三角洲 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寒冬中 东方白贯不断寻找变幻它们的觅食地 有些水塘已经冰封 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 海天之间 河海相拥 大河西攘 这片新生土地 仍在生长 十二月 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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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密室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 摊涂上的精灵开始冬眠 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食谱丰富的白鹤只能告别滨海滩图来到这片农田 散落的卖力和植物根茎是此刻最美味的食物 也是渡过寒冬的希望 这个丹顶河家族沿着巢构的冰层一路前行 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 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河 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河 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 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 否则生死难料 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 冰面越来越硬 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 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 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 母爱像是一缕阳光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 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 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 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 寒风领殿 候鸟们在避风处搜作一团相互取暖 炎帝剑棚已完成使命 退去了红色 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二月 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 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 再过几天 大地就会从沿冬中释放出来 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 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她开始练习飞行 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 也许在远方 雪岩的父亲正在等待着他们 练习在城城下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 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祭 二月的清晨 师弟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 黄河北岸 这对年轻的东方白贯夫妻 早早赶回他们的旧潮 在这里 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 整整一个上午 他一个不停 一个温暖坚固的家 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 黄河三角洲 东方白贯全球最大的繁殖地 每年二月 成群结队的东方白贯 从粤东地江西颇阳湖返回这里 2005年以来 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贯 2700多只 本世纪初 东方白贯全球野生种群数量 不足三千只 如今已超过一万只 东方白贯越来越多 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 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 如今 东方白贯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饰鸟 人们在高处 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 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获 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贯新的战场 为了下一代 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贯夫妇是幸运的 没有其他家庭来争强他们的巢穴 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 东方白贯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 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 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机 成年东方白贯双翅展开超过两米 寿命可达四十年 三岁后 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 繁育后代 巢穴患然一新 夫妻俩心情愉悦 东方白贯没有明管 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 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生腾 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 释出浑身血树 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 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 在摇曳的枝头 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叶作为粘合剂 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 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 雄性攀雀停止建巢 接下来的工程 它需要一位合作者 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 一只雌鸟寻声飞来 精致的巢穴 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 它们相爱了 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潮 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 二十天后 一个悬挂在半空中 行刺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 完工后的鸟巢 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 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 有些熊鸟的囚偶 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 它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 这是鸟界超模 黑赤长脚域 囚偶记 它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 练习舞步 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 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熊性凤头匹梯正向雌鸟游去 相遇后 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鱼 一旦认定了对方 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咸草 然后一曲撞胸骨 情定终身 有的鸟则更为务实 这只熊性燕鸥抓到一条鱼 它没有立即吃掉 这是它的定情信物 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 从这一刻起 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 凤凰鱼飞 鸾凤和鸣 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潮水退去 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 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制超尖带 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 潮汐树 它不只是一道风景 陆地和海洋通过它 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 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潮汐带慢慢苏醒 岩地减棚开始发芽 它与芦苇、青柳等植物 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 在这里栖栖的浮游生物和底漆动物相互依存 为南来北往的燕鸭类、横育类水鸟 提供充足的食物 这只天津厚蟹是潮汐带最常见的底漆生物之一 它从冬眠中醒来 爬出洞口大块朵移 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 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 刚刚填饱肚子的候蟹 转眼间成了候鸟的副中骨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胜利者迎来的春天 三月初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贯夫妻迎来了爱情的结晶 五枚卵 新生命需要三十天左右才能破壳而出 漫长的孵化期开始了 这三十天 需要将蛋保持在三十七摄氏度的合适温度 成鸟一刻都不能放松 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起身翻卵晾晒 对于父母来说 这是一段幸福但无比煎熬的历程 夫妻俩很有默契 一个小时左右换一次班 艰难琐碎的日常更需要仪式干 漫长的孵化期 意外总会不期而至 这处浅滩中的巢穴 是黑赤长角域的架 为了保持体力 孵化期的父母需要外出觅食 为了孩子的安全 他们总会快去快回 今天 父母离朝觅食时 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 一条红纹之卵蛇 在水中缓缓游动 逼近了黑赤长角域的家 父母及时赶回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 想逼退这条红纹之卵蛇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就在一米之外 黑赤长角域夫妻 亲眼目睹着这残酷的一幕 凄凉而无助 很快 享用完午餐 红纹之卵蛇扬长而去 只留下空空的巢穴和伤心欲绝的父母 这一刻 大自然尽显残酷无情 考验仍在继续 初春 黄河口的天气变化无常 一场倒春寒突如其来 气温迅速降至零度以下 风雪交加 巢内的雌鸟一动不动 它要让孩子们感到温暖 这又将是一个无比煎熬的夜晚 雪后初季 空气中还透着丝丝清冷 熬过了风雪的夫妻俩异常高兴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顺利出壳了 小雏鸟 是对它们最大的褒奖 是对它们最大的褒奖 接下来的几天 五只雏鸟都顺利出壳 对于东方白贯来说 这已经算是小小的奇迹 父母要搭起精神 更艰难的御厨开始了 东方白贯没有素囊 他们只能把捕获的食物暂存于食道 经过反除后再回吐给孩子 父母带回的食物 每只小罐都要奋力争抢 这只小罐抢到一条小鱼 但对它来说太大了 即将完成吞咽的时候 它噎住了 即便母亲来帮忙也绝不松口 在黄河三角洲 体型庞大 习惯于高处建巢的东方白贯 几乎没有天敌 此刻 同胞的兄弟姐妹就是最大的对手 强壮的雏鸟总能占得先机 而最后孵化出的两只雏鸟 有些力不从心 日渐消瘦 面对孩子们的竞争 夫妻俩没有干涉 他们更加频繁地往返于密室地和巢穴之间 希望能带回更多的食物 五只小雏鸟嗷嗷待哺 夫妻俩只能更加努力 春日照射下的黄河三角洲 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 几只黑痴长角玉宝宝正在水里玩耍 鸟妈密切注视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孩子们走远 鸟妈就会蹲下 孩子们很快就会靠拢过来 仿佛妈妈身上有着一股神奇的力量 中华攀去的雏鸟则在朝边翘首一盼 归来的父母好像从来不会让他们失望 黄河北岸 东方白罐雏鸟已经出生十天了 为了给孩子们充足的食物 父母每天都竭尽全力 四月 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朝内 三只小罐切意地伸着懒腰 在他们身旁 两只体弱的小罐 却再也无法感受阳光的温度 再努力的父母 总有无能为力的一刻 纵然不舍 母亲还是将妖王的孩子抛出朝外 整理好哀伤 母亲再次振翅起飞 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整理好哀伤 母亲再次振翅起飞 她要带回更多的食物 朝内 生存的竞争还在继续 出生五周 雏鸟已出落成少年 潮雪变得拥挤不堪 雏鸟披上了白色的熔鱼 黑色的初级飞鱼正在长出 瘦弱的双腿 已经可以支撑他们短暂的站立 此时的雏鸟食量惊人 每天需要至少一公斤新鲜的鱼类 每次父母带回的食物 瞬间被争抢一空 今天 父亲为孩子带来一条大鱼 雏鸟们使出浑身的力气 用力撕扯 毫无退让 无奈之下 父亲只好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食物 才结束了这场纷争 这一段时间 夫妻俩轮番外出觅食很少见面 今天 难得清闲 一家人一起 享受着静谧的午后时光 一个多月的辛劳 夫妻俩轻瘦了许多 雪白的羽毛 也已失去了王日的光泽 但让他们欣慰的是 小雏鸟长大了 为人父母的幸福 总是和孩子相关 一池星河 一池星河 劳累一天的父母 终于可以和孩子一起 安然入梦 岛口河 地图上另一个名字是黄河故道 1976年之前 黄河从这里入海 故道旁边的滩土是黑嘴鸥的潮 不远处的潮间带是他们的食堂 每年夏天 近万只黑嘴鸥从南方来到这里 他们将这片滩土视为故乡 高密度集群筑巢 是黑嘴鸥种群繁衍的习性 他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 初夏 炽热的阳光 让滩土上的岩地剪棚 愤耐妖娆 这位雏鸟的孵化提供必须的温度 一只雏鸟正在破壳 先前用灰在蛋壳上戳开的小洞已经开裂 它正在极力挣脱蛋壳的束缚 只有独立出壳的雏鸟 才有可能在危险重重的世界中生存下来 黑嘴鸥雏鸟从破壳到出壳一般需要三个小时 经过蛋壳里二十天的等待后 小生命正在为最后一刻积蓄能量 终于成功了 出壳两小时后 这只黑嘴鸥宝宝便离开了巢穴 它对新世界实在太好奇了 黑嘴鸥属于半早成鸟 出生的当天即可离巢 自2013年首次成群栖息繁殖后 每年夏天 它们都在这里捕育雏鸟 繁衍生息 如今 黄河三角洲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黑嘴鸥繁殖地 随着雏鸟的陆续出壳 四处走动的雏鸟 让原本和睦的邻里关系有了变化 可虚的阳光下 一只黑嘴鸥母亲正带着两个孩子玩耍 邻居突如其来的公鸡 吓得雏鸟掉头就跑 慌惯之中 它与母亲走散了 从缠斗中脱身的母亲 发现孩子不见了 它很着急 不断地召唤着孩子 迷茫的雏鸟 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它四下寻找 仿佛看到母亲的影子 它飞奔过去 但这一次错误的判断 却给它带来了生命危险 远处的母亲依然在呼唤 蝗不择的雏鸟又贸然闯入了另一个家庭 来自陌生成鸟接连不断地暴击 雏鸟有些招架不住 天色渐晚 黑嘴欧母亲仍然在等待自己的孩子 此时的雏鸟依旧没有从噩梦中解脱出来 天黑前找不到父母 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饱受打击之后 他终于脱困了 他飞奔着冲到母亲身边 夕阳下 这是最美的重逢 它是幸运的 有太多黑嘴欧雏鸟倒在出生后的第一天 劫后余生的雏鸟命运依然充满未知 盛夏黄河流域进入雨季 中游的小浪滴水库调水调沙开启 一个星期后 洪峰裹挟着巨量泥沙如约抵达黄河口 新生土地不断生长 湿地也迎来了补水 黄河的滋养让夏天的活力彻底释放 在湿地和周边地区 天籁之音不绝于耳 湿地新生一代开始活跃起来 出生较早的东方白贯幼鸟 已经出飞 追随父母在城区的湿地觅食 此时黄河北岸的东方白贯三兄弟 还在巢内练习飞翔 两个月大的东方白贯除鸟熔鱼 逐渐替换为正鱼 一盏已达一米半 体型与成鸟非常接近 他们终将属于天空 此后他们的父母会有意减少回潮时间 要让孩子们有更多独立的空间 湿地的夏天 碧波荡漾 水草一一 是飞翔的时候了 体型较大的雏鸟率先来到巢边 开始勇敢地尝试 它从巢中一跃而下 虽然只是一小段距离 却是他的生命中第一次体验到 进入天空的感觉 很快 老二老三紧随其后 在孩子两个月大的时候 父母终于等来了孩子们第一次飞翔 从此之后 父母和三只小罐不再回潮 这个让一家人感到安全温暖的家 完成今年的使命 可是父母的使命没有结束 他们还将带领孩子们练习捕食 直至迁徙 虽然初出茅庐 但是翱翔天际的旅程马上开始 此时 大部分候鸟已完成繁育 再次迁徙 黄河三角洲重新归于平静 刚刚的一轮降雨后 黄河源头 约谷宗列曲的水流更加丰沛 黑锦鹤 藏野驴正在进食 秋风渐起 生命再次被季节无形的力量推动 黄河上游的古称柳群落再次成熟 种子随风飞舞 追随黄河开启新一轮的奇幻旅程 四十多天后 其中的一些将漂流到黄河三角洲 乌粮素海的游笔天鹅家族正在积蓄能量 为即将的迁徙做着准备 千里之外 黄河入海口的卢花再次盛开 成熟的野大豆强力奔发 吹响家族奔向远方的号角 炎帝剪鹏给朝间带铺上红地毯 准备迎接远方的客人 不久 一场大迁徙将再次上演 大河奔涌 长风浩荡 广袤狂野的大河之州 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 生命的礼赞与悲歌 坚韧与温情 繁衍与传承 将在这里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